6月以來 在破壞社會秩序衝擊香港經濟的同時 香港社會長期積累的一些民生問題也日漸顯現 日前 香港中華廠商會 永遠名譽會長施榮淮 在港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房價太高 收入追不上房價 是香港重要的社會民生問題 房地產商也應該為香港做點事 連日來的暴力示威 讓這位知名的香港事業家憂心忡忡 激進示威者號稱是為了香港好 卻在街頭大肆破壞 這樣的邏輯讓施榮淮無法理解 反對暴力 反對不理性的 這種所謂抗爭的市民 老百姓 應該勇於站出來 其實這才是真正香港原來的 獅子三精神核心價值 現在我覺得這兩三個月 我們這股力量好像看不見 那少部分的這些 我認為是極端分子 暴徒 他們在做的一些是破壞香港 破壞我們多少倍能 能建立起來的香港 書榮淮稱 當前香港社會 確實存在一些貧富懸殊 房價太高 年輕人上升空間有限等問題 香港的年輕人 也有對生活美好的追求 但是不少人對生活感到迷茫 我85年出來工作的時候 我是一個大學本科畢業生 三千多塊港幣 那時候太古城八百塊一平方尺 現在一個大學生你算他一萬五了 港島任何一個星盤 開出來沒有三萬塊一平方尺以下的 那你看這比例 你幹兩個月可以買一尺 當年你是幹一個月你可以買五尺 四尺 所以這裡面其實你說收入追不上物價 特別是房價 石榮淮說 這些積累的民生問題造成的怨氣可以理解 但因理性討論來解決問題 特區政府提出要深入社區聽取市民意見 他認為這是接地氣的行為 是政府邁出重要的一步 他同時也指出 在住房問題上 政府的明日大雨計畫雖好 但原水不解近火 香港的房地產商也應該做一點事 香港的土地總土土地這個使用率只有20%左右 全世界我看沒有多少地方 就是說一個經濟那麼蓬勃的金融中心 是有那麼低的土地使用率 你知道香港一個公屋就是今天有拍板要去住 要去做玩樂蓋出來投入給老百姓給市民能住進去 要十年之間以上 所以我想在這方面 確實我們的香港的地產商應該也就是說 我覺得也是要為香港做點事情 施荣懷稱 香港回國以後 一國兩制得到很成功的落實 當前出現的一些行為 是反對派在其他勢力的煽動下 不希望一國兩制成功 他強調 一個地區只有經濟發展 才能更好地解決民生問題 暴力破壞只會毀掉香港 香港社會上的這些問題 就是說特別暴力的反政府的行為 他們就不想你一國兩制成功嗎 這種狼子野心我認為就是說 他們處處在破壞一國兩制 在破壞港人制、港高度自治 居心可測 大家要守護這家 為香港的經濟要發展好 你才有資格去講民生 好的民生 解決貧富懸殊 解決居住的問題 解決上流 年輕人往上流的問題 必須還是要有實力 施荣懷說 香港是全球公認的國際金融中心 和法治社會 同時背靠祖國 有著難得的發展機遇 希望每個香港市民做出努力 讓香港能夠盡快止暴治亂 恢復社會秩序 我們是一個全世界都羡慕的法治社會 我們又有祖國大陸 背靠著這個火車頭在發展 我們應該真的是要好好地把握這個機遇 我們如果不把握好這個機遇 對不起香港 讓我很有信心 一國兩制 會繼續成功地在香港實施跟落實 但是這個有賴香港每一個市民 都要做出他們 作為一個中國人 對得起良心的事情